去年国内发生多起安养院火警案件 引起政府对医疗院所及老人安养机构的消防安全重视 为了强化避难弱势场所的灾害应变能力 每年消防局都会到辖区内的安养机构进行消防演练以及消防宣导 而今天石门消防分队就来到了双员护理之家 除了进行逼真的消防演练 也现场教导照顾院内50多名长者的看护们 正确的CPR步骤并现场实作 那在消防主任演练上面 他现在就是讲求就是速度 那还有那个就是确实度 那针对这个辖区内的比较危险的抢救场所 比较困难的抢救场所 比如说像双员长青 它是有老人在里面 那它是安养中心 那在就是火灾的抢救上面 那它就是需要我们去来做这个模拟的演习 然后让它达到那个就是 就是把灾害降到最低 火灾警报响起看护紧急疏散长者 而消防人员确认起火点扑面火事之后 交伤者救出演练过程逼真 各项紧急应变动作也在消防队员的引导之下 确实执行 借此加强护理人员及看护的灾害应变能力 有很多的长辈在这边 那今天我们消防队长官来我们机构做一个使兵演练 那有做防火的宣导跟CPR宣导 那万一机构有发生火灾有危险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要如何的疏散我们的长辈 阻伤我们的住民 维护我们地方上的安全 对此护理之家表示 院里收容的长者多为行动不便 逃生避难之能较弱的长辈 容易在灾害发生时惊慌 因此希望借由今天的实际演练 提升院所人员的应变能力 当灾害真的发生时 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记者许段义 廖品涵 石门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